太阳不见了 从前有两个修道人 一位叫提奇罗 一位叫罗拉 他们在深山中专心修行 经过长期修炼 他们越过欲界和诱惑 获得了神通 一天夜里 提奇罗起来诵经 累了便躺下来休息 这时 罗拉也起来诵经 在狭窄的石洞里 不小心踩到了提奇罗的头 提奇罗疼痛难忍 脱口骂了一句 谁踩了我的头 明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 她的头会裂成七块 罗拉一听 十分生气的说 我说完 我说完 我说了你 你发这么重的骤 干什么 你说我明天太阳出来后 我的头会裂成七块 那我就不让太阳出来 说完 罗拉便试了一通法术 第二天 太阳果然没有升起来 连续五天不见天日 大地一片黑暗 全国人民人心惶惶 到处是火把和蜡烛 大家议论纷纷 觉得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 国王把全国有学问 有道行的人都请到王宫 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中一位道行极高的人 对国王说 大王 据我的观察 这件事情是由山中 两个得了道的修道人引起的 他们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争执 施法压住了太阳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要是他们一直争吵下去 我们不就完蛋了吗 大王别急 我有一个办法 明天清晨 请您率领全国百姓 一起到那两位修道人的地方 恳求他们和解 他们是慈悲厚道的修道人 为了百姓的利益 我想他们会答应和解的 隔天清晨 国王立即带领全国百姓来到山中 国王先见到罗拉 立即跪在地上诚恳地说 我们的国家富饶 百姓安定 全蒙两位高人的护佑 现在两位发生了争吵 全是因为我的过错 请高人看在百姓的利益上 重新和好吧 大王 我是有心要和解 只要提提罗愿意 我立刻把太阳放出来 国王一听 马上去找提提罗 传达了罗拉的意思 我也没有意见 不过请你们马上用泥巴 制造七个罗拉的头 做好后 太阳就会升起来 国王照办了 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 光芒四射 老百姓雀跃欢呼 只见那七个泥造的罗拉头 砰的一声裂开 在地上裂成碎片 之后 两个修道的人和好如初 共同帮助国王治理天下 原来 两位修道人的争吵 不过是一个计策 因为国王和百姓 都不信佛法 不知因果 为了弘扬教化 帮国王治理国家 他们才想出这个主意 从此之后 全国上下都渐渐深信佛法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